10月21号 方董事长在总管理处大礼堂 举办了他在台电的第四场大型讲座 以掌握变局迎接挑战为题 提醒同仁 改变是一种新常态 必须正视时代再变 环境再变 潮流也再变 如何站稳脚步 面对新变局并渡过难关 不太敢 或者不太愿意面对 很奢等题 不过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是这样想 你未来就会很痛苦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一直在变 那你公司不变 你公司会受伤 你公司变了你会受伤 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 改变是常态的嘛 那这个不是我们设定的议题 你也要因应 可是我们怎么在我们设定的 一个改变方向的时候 顺着这个外面的议题 跟我们要改变的方向去融合 然后还是再往前走 来一方面因应 一方面改变我们自己 黄董事长到任三年来 透过讲座亲身分享经营理念与策略 除了让同仁更了解公司现况 也是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101年底的从数字看台电 在台电最艰困的时期 启发同仁省思公司的定位 并鼓励大家齐心努力 经过了一年多的精改 在103年与同仁畅谈经营管理的改变 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而在终止了连八年的亏损后 今年初他再以想得更深 看得更真 其免同仁 仍需持续精进 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演讲 就是有很多东西 希望了解整个公司的状况 跟整个公司我们在经营上的一些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新闻的改变 背后都有很大的意义在背后 那那个改变啊 小小的改变啊 有时候不是很容易 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可是当我们的所有观念一致 做法一致的时候啊 而且努力面对问题的时候啊 你自助自然会有人助 人助完了之后 自然会有天助 每一年董事长都会写下一段话 送给公司同仁 从102年只要做当下应做的事 未来自然就会好 103年强调蚕食精吞的力量 到今年的持续精进 而在面对社会环境的变迁 我们更要小心调整步伐 用心投入 就如同这次的讲题 掌握变局迎接挑战 洗手迈向台电的70周年 林佳慧 李俊杰 台北报导